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是回到25年前無辜瓜牛肉痛的老戰場 25年前有萬人夜宿在這個地方 我們當時是地下最貴地段 我們現在全台灣最貴地段 其實是已經到了沿岸 所以我們今天要辦 在夜宿人愛路的 就是再次要控訴說 25年來看到房價的問題 然後居住不正義的問題 都是越來越惡化 那我們今天集合在這個老戰場 宗教東部這邊 其實就是想要讓我們的政府知道說 25年來這個 什麼等於是問題越來越惡化 然後非常的適時 然後我們這個遊行的名稱呢 叫做蝸牛之路 那當然一方面 我們也號召了25年前參加運動的 這個老蝸牛 然後另外我們也是很想要 諷刺我們的政府這個 這個做事可能比這個蝸牛還要慢 那今天我們在遊行隊伍中 大概就是有了 包含25年前的老蝸牛 以及我們所有老百姓的一些 各種不同身分的代表 那包含我們或是 或是族群 或是甚至我們的原住民的朋友們 那共同我們都來參與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雖然是一個小隊伍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的戰場是在那裡 但是我們在宗教東部這邊 我們還是用一個 短小親害的等隊伍 希望說可以讓我們的政府 然後更多士林網友知道說 我們看看基礎的問題 我們整個力量 家 安生命運 卻是被束縛的開始 為了永樂家 用冰箱全部生存 组织的比较基础 是怎么样 都想起FW 不再放风 不再放下放下 要公平 要公立 用社会集体的力量 解放台湾非毒化的贵人 刚刚我们看到细的尾声 我们的风鸣 声波 绝对站起来 共同发声 会均入改革 走到街头 灭金权 申公平 好 我们准备出位了 他们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也走向街头 向政府争取什么 土地 住宅要有公益 给我们今天的口号 灭金权 灭金权 申公平 灭金权 灭金权 申公平 申公平 我们以前 四百多年前 汉楚移民到台湾 在各地做了各地的开发 来到日据时代 强迫式的教育 以及强迫式的方式 要求着我们的原住民 运气和我们的传统领域 或是我们流失了我们原先 我们原住民在这块土地上原有的记忆 在到台湾光复之后 我们的原乡 花当地区 失去了多少块土地 给了台糖 而这些 台湾所产生的这些利益 是我们这些小老板有回备到我们真的回备到我们这些原住民朋友身上吧 并没有 但是所以说今天 这些在反观在台北的诸治法草的这个地区 无非都是藉由的这些 社会阶层的一些高均 高均层次的人民 以及当权的政府 市立的炒作 市立的买卖 我们赖以为真正的这些土地 让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 在这块土地上不断的 像我们的牧民族一样 不断的流浪 在台北 在台中 在花林 在台湾的各地 所有的这些土地 然后现在 相反的 台湾的汉族的朋友 这家人 你男人 外人人 不是也是一样吗 没办法承受 没办法承受那些土地的方向 只能比较成出的方式 然后 跟我们不断这家的需求 去成出的这块土地 那也不定期的 不定期的 不定期的 也是一直在做这些 非是永不民主的这种生活方式 不断的移动自己的家 好 什么时候 这个政府 可能会去 仔细地去拼准我们 人民之类家的这种最基本的需求 就是我们现在正对面 象征金权 我们政商金权结构的 一个地方 就在我们正前方 那我们就是要向我们的正商金权 宣战 好 那我们再好一次 月金权 真公平 然后我们就先往地 把分析了 自己来听清楚 月金权 月金权 真公平 真公平 对 对 是 不仅 正在 每个月的 可能会 不需要